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迈克法兰出品 贝恩组合人套装的最后一款 夜行者 欧米加 终于录到了贝恩组合人套装的最后一盒 可能贝恩的双腿过于沉重 导致内包吸塑已经被压碎 好在内包背景板上 角色卡和通用地台还安然无恙 这套给的美满风格的角色卡 全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实话说 欧米加的身形十分讨喜 身材和造型表现 更像是精面版的蝙蝠侠 而且身上的色块分布和条纹也十分抢眼 背后的超短小披风是软胶材质 更显得干练 头雕面罩是简约设计 白色眼睛配上红色条纹简直无敌 躯干和手臂内侧是灰色网格设计 点缀有红色线条 而且红色线条一直延伸缠绕在腿部 也是点睛之笔 背后小披风的锯齿纹理也同样好看 可动方面 头部转动一周小轻松 左右摆头的幅度也很理想 低头幅度足足够用 抬头效果也不错 手臂根部有嵌套遮挡 可以多方向翻动 手臂平举是标准90度 上举也毫无问题 上臂平转能够一周 肘部双关节曲肘接近180度 手腕内外摆动和转动也很不错 躯干是两段关节 胸部多方向摆动有限 但转动能够一周 腰部的摆动幅度会更好 同样能转一周 因此躯干前倾比较有限 但后仰的幅度十分惊人 身体侧弯也令人满意 当步是软胶材质 腿部前踢标准90度 后摆会受到影响只有45度 侧披倒是接近一字码 遗憾的是大腿根部平转十分有限 但西部弯曲依旧是强项 远超90度 脚腕的平转小轻松 前后摆动的幅度也够用 难得的是脚腕接地也不错 脚尖上翻更是超过90度 麦克法兰作为美系玩具代表 可动性基本都是及格分左右 配件方面只有一对拳头 但我觉得换上拳头 反而不如初始手型更有特点 欧米加辅代的贝恩部件正是双腿 取出之前三盒部件所拼成的上半身 安装方式当然是对准插栓 用力插到底 于是组合人大块头贝恩终于组合完整 而这期节目的篇幅有限 下期节目再来详细看看贝恩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